这儿是我经过胆子最大的囚犯 别人进来都害怕被看上菊花 结果这人还故意露出内内 甚至浓妆艳抹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而这种人间有物很快就被一个欲罢盯上 也正是因为这条内内 将让玉玉小队免除共济50年的有期徒刑 这天一个顶级富豪竟然跑去抢民航 但他并不是为了钱 等警察来后 他主动的丢掉武器已是投降 殊不知这一切只是他今天计划中的一小部分 法庭上 富豪杰克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悔 他的律师间好友看得一脸茫然 由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法官只判了他五年的监禁 最后 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请求 而杰克只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将他关押在离他家最近的狐狸监狱 入狱的第一天 狱警队长埃德见到杰克 恶狠狠的威胁杰克 必须遵守监狱的纪律 听从他的指挥 否则下场会很惨 杰克被分配到了一个墨西哥犯人的牢房里 刚来到牢房就看到了血腥的一幕 走廊上一个犯人被狱油捅了一刀 倒地惨叫 吓得杰克对我得怀疑自己的计划行不行得通 可科特怎么也想不到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弱鸡 将会改变他的人生 刚入狱的杰克第一次出来放风 友好的科特告诉杰克 要知道在这里预警就是上帝 一定要听从安排 杰克向科特打听这个老头是谁 科特告诉他 这个老头叫老马 30年前因抢劫150万被捕入狱 但至今也没有找到那一笔赃款 此后科特又向杰克介绍了一个黑人囚犯 以后需要买什么都可以找这个黑人 其实杰克早就对这些犯人的案件了如指掌 只是为了不让人怀疑 所以才装作一无所知 趁着科特和黑人闲聊的时间 杰克仔细地观察四周的环境 并偷偷地把一本重人杂志扔到了下水道 此后又向科特打听起了单独关押的雷诺 科特告诉他 这个人杀了副总统的亲弟弟 千万别去招惹他 可杰克却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接近雷诺 科特匪夷所思 便反问到杰克 为什么想接近雷诺 科特傻眼了 老房里正在折迁纸后的杰克 回想起上次见到哥哥的画面 哥哥告诉杰克 下个月11号他就要被执行死刑 他说自己没有杀人 虽然法院拿出了所有证据 但他发誓没有做过 而是有人故意设计想要置他于死地 又到了放风时间 杰克找到了曾经的黑手当老大 也就是现在的监狱老大黑老大 直接说自己想去监狱工厂干活 并扔了一个千纸货在黑老大的桌上 黑老大觉得一个千纸货就想换一个轻松的活干 这人是不是傻了 杰克说或许哪一天我能帮你一个大忙 还让黑老大好好考虑一下 隔天 杰克又以自己是糖尿病患者为由来到了医务室 医生是一个年轻的美女 杰克使出了他的撩妹技术 成功问到了美女的名字叫安娜 杰克说他和州长一个姓氏 以此推断出他就是州长的女儿 还说了一句 安娜很意外 并且表示这就是自己的座右铭 就是这一句名言 让安娜对杰克产生了一丝好感 趁安娜转身扔拉机的时间 杰克又将一只千纸货 扔进了医务室的下水道里 而监狱外的政府办公室里 两名官员正讨论着雷诺死刑的问题 雷诺的死刑已经万事俱备 但主教不同意 因为主教和芝加哥的州长是比较好的同学关系 主教怕影响州长的前途 看来此事确实另有蹊跷 监狱里刚做完祷告的雷诺正好遇见了杰克 毫不知情的雷诺现在才知道 杰克也在这一所监狱服刑 他问杰克为什么会出现在监狱里 这是杰克才说出了他要带哥哥越狱的计划 但雷诺说没有人能从这逃出去 此时的预警却通知杰克 监狱长要召见他 原来他建了一个太机灵的模型 准备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 见了一半的时候发现结构不牢固 监狱长看过了杰克的资料 知道杰克是结构工程师 便提出只要杰克愿意帮忙 可以每周三安排杰克来办公室工作 这样杰克每周就能减少一天体力活 由于越狱的计划时间紧迫 杰克果断的拒绝了 这边黑老大接到了外面小弟打来的电话 说有人寄来了一封匿名信 信封里面有陷害他的人的照片和一些资料 还有一个签纸后 黑老大立即意识到是谁寄的匿名信 正在放松的杰克来到了上次扔杂志的下水道前 看到杂志和签纸和会合 说明医务室和操场的下水道是连通的 而他的举动也被老马看在眼里 通过试探 杰克确定了老马的身份 说话间 黑老大过来质问杰克 陷害他的人到底在哪里 杰克要求先让他去监狱工厂工作 才肯告诉他 见杰克还敢跟他谈条件 直接就跟杰克干了起来 幸好玉琴开枪制止 杰克被叫到了典院长办公室 典院长说要关他90天禁闭 可雷诺下个月就要执行死刑 杰克灵机一动便主动的提出 帮典院长完成太极灵 条件时免除他的禁闭 典院长也是果断的答应了 可改造太极灵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否还能在一个月之内逃出去呢 经过了这一场打斗 杰克如愿以偿的拿到了监狱工厂的工作证 这样他就可以经常和雷诺见面了 工作期间 杰克也向雷诺透露了整个月狱计划 但月狱需要用到的人他还没有确定好 随后雷诺又问道 老马提醒杰克做好准备 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卷入其中 回到牢房后 杰克正拿着镜子照着手臂上的纹身 上面有一串数字和一个单词 刚把这一些写到了本子上 预警就拉响了警报 并且开始搜索牢房里的违禁品 杰克正拿着科特藏的一把小刀 还没来得及扔掉 就被预警埃德逮个正着 他一直都看杰克不顺眼 欣赏这一次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新犯人 而此时典狱长正好走过来 因为杰克在帮他建造太监鹰模型 他自然会袒护杰克 于是直接让玉琴把科特带到了禁闭室 埃德因此更加气恨杰克 并且放了狠话 第二天 杰克告诉雷诺这一次的越狱计划 让他假装患有痰尿病 这样就可以定期的去医务室 雷诺显然不同意他的计划 因为杰克选的那些越狱团伙 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杰克安慰雷诺说道 各取所需就是我最大的筹码 趁着放风时间 杰克来到了一张长凳旁 顺势就坐了下来 拿出了硬币 整被把上面的螺丝钉拧下来 此时 旁边的大胡子欲有提醒他 这是罗奇的地盘 并且说 罗行最大恶极 你可千万别萤火上升 正说着 罗奇闪亮登场 还有个被他看上菊花的小白脸 牵着他的口袋 罗奇见杰克有几分姿色 小让他也抓着口袋 并且告诉他即将发生的种族大战 只要杰克加入他的阵营 就可以和他周全 杰克果断拒绝了 谁知杰克刚把螺丝钉拧出来 就被罗奇发现了 杰克再次陷入困境 过于无奈 杰克只好找到黑老大 希望他能帮忙拿回 罗奇手中的那一颗螺丝钉 黑老大此时只关心叛徒的下落 杰克企图用越狱的计划 打动黑老大 然而黑老大并不吃这一套 然而并不想参战的杰克 偷偷来到了罗奇的牢房 他想偷回那颗螺丝钉 不料被螺丝发现 杰克只好假装要加入他的阵营 要求拿回螺丝钉作为武器 而这一幕正好被药神安迪发现 安迪以药为由把杰克冤了出来 这时几个黑人一把控制住杰克 安迪警告他选错了阵营 杰克极力解释 可安迪根本不信任他 这种药是伪装弹尿病患者的唯一办法 没用了这种药 他就无法定期的去医务室做越狱准备 越狱计划屡次受挫 让杰克的心灵几近崩溃 又到了放风的时间 预警打开了所有牢房 犯人们瞬间打坐一团 黑白之战终于来临 小白脸想趁机杀了杰克 杰克奋力反抗 也趁乱的抢回了那颗螺丝钉 这一幕正好被安迪看到 小白脸不服 想要再次扑过来杀杰克 结果被冲过来的黑人帮刺死 小白脸倒在了杰克身上 正好被回头的罗奇看见 现在杰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此时赶来资源的预警 扔出了催泪瓦斯 囚犯们才被迫的终止了这一场恶战 傍晚平息后 领域长宣布给所有的犯人关禁毕一周 境遇外 FBI正在给一个女人打电话 原来雷诺的律师前妻 一直在做调查 想为雷诺洗清冤居 上次果断下令 让FBI克里曼除掉律师 两天后 罗斯丁被磨成了奇怪的形状 在手臂的纹身上 比了一下大小 然后放到了水槽的螺丝孔里面 成功的拆下了螺丝 怪不得他想方设法的 也要拿回螺丝 禁闭结束后 药神安迪找到了杰克 鉴于杰克上次在黑白大战中的表现 安迪表示他误会了杰克 于是送了一瓶药给杰克 杰克来到了医务室 接受了安娜的检测 刚从医务室出来 埃德借机把杰克带到了工具房 黑老大威胁他说出叛徒的下落 不然就剪掉他的脚趾头 杰克知道 现在说出来只有死路一条 就这样 杰克的脚趾头没了 埃德偷偷的和黑老大交谈 原来他们俩内外勾结陷害杰克 医务室里安娜给杰克做治疗 安娜心疼的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杰克只是求安娜不要再问 因为他不想对安娜撒谎 雷诺得知弟弟被欺负 愤怒的想要杀掉黑老大 杰克却说 因为黑老大入狱前势力庞大 监狱附近的机场正好停转一辆黑老大的私人飞机 而计划里必须要用到这一辆飞机 当从禁闭式出来的科特知道女友那边出了状况 身处监狱的科特愤怒却又无奈 由于越狱计划要在两人的牢房里进行 所以必须拉科特入伙 杰克趁机把越狱计划告诉了科特 还有一年就出狱的科特显然无法接受他的计划 回到了牢房里 科特正收拾东西 因为他知道了杰克的越狱计划 为了撇清关系 他申请了调换牢房 杰克极力的劝说也无济于事 科特还是走了 放风期间已经加入越狱计划的黑老大 询问杰克有什么需求 杰克便提出要使用黑老大的飞机用于逃跑 黑老大爽快的答应了 很快 杰克就迎来了新室友 这人看起来目光呆滞 原来是精神病区转过来的 埃德还有情提醒他 不要和这有人有眼神的接触 杰克告诉了雷诺新室友的情况 雷诺看到这个精神恍惚的室友 感觉更不可靠了 杰克决定只能等他睡着之后再实施计划 到了半夜 杰克从床上醒来 准备打开水槽开始工作 刚蹲下来 结果抬头一看 新室友海威尔瞪大了双眼盯着他 这个奇葩室友的出现 我也是给杰克的越狱计划雪上加霜 不久后 杰克为了制造混乱以便于越狱 他钻进了牢房事先挖好的洞里 然后顺着管道爬到了空调机房 关掉了空调部说 还顺便打开了暖气 炎炎夏日 囚犯们怎么受得了这桑拿一般的牢房 于是以罗奇对手的囚犯们开始了暴乱 此时 活力和金玉暴乱的消息不仅媒体知道 也传到了周长那里 因为周长是安娜的父亲 他急忙的派警卫队火速的前往监狱 而另一边 杰克和科特趁着金玉暴乱正在结构间隙 抓紧时间砸墙 他们要打通一条从牢房到医务室的通道 为之后的越狱做准备 可万万没有想到 一场意外彻底的打乱他们的计划 罗奇抓到了一个狱警 还要趁此机会好好发现一下 在暴揍之下 狱警一路爬 却正好撞到了杰克房间的水石上 这下罗奇彻底傻眼了 怪不得杰克这小子天天看起来鬼鬼祟祟的 原来是在谋划着越狱啊 正当罗奇想要呼喊其他狱的勇士 却被赶来的黑老大一把捂住了嘴巴 而听到动静的杰克也从洞里爬了出来 而现在问题来了 罗奇还好说 他是无期徒刑 还可以拉到一条上船 但是之后越紧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杀了一条上船 我们要杀了一条上船 我们要杀了一条上 警察是正在外面 正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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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他们知道我们保持他们的生命 你看, Bob here knows about our secret 他知道我们的避免 而另一边 几名囚犯正在疯狂的撞击着一物室的防弹玻璃 几十年的牢狱生活让他们对女主安娜垂涎欲低 安娜捡起了一块玻璃准备殊死搏斗 杰克从牢区的监控室看到这一幕 他交代绝不能伤害玉井后 就赶紧爬通道过去救安娜 为了防止罗奇伤害玉井 黑老大派专门的手下盯着他 不久后 杰克终于来到了安娜的房间救下了他 而杰克趁乱再次逃回了牢区 州长看见女儿安娜安然无恙之后 再也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里面虽然还有一个玉井 但州长根本不在乎他 立即下令强攻监狱 与此同时 科特二人按照杰克指的位置打完了所有小控 接下来就是验证胡克定律究竟靠不靠谱的时候了 两人返回了牢区告诉了杰克这一振奋的消息 可罗奇还是趁乱过去捅死了玉井 他花了三周的时间 终于打通了结构间隙的排水管道 可以从自己的牢房直通医务室 然后从医务室越狱 但是哥哥雷诺是重刑犯 单独隔离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他的牢房 杰克研究过监狱的建筑蓝图 蒸汽管道和排水管道有一个交汇处 而上方正好有一个储物室 只要能在储物室打一个洞口 杰克和其他成员就能汇合于医务室 可黑老大提醒杰克 那块区域是禁区 监狱工厂的人从没派到那里去工作过 除非发生了火灾需要整修 既然商量后 扛着毅然雾就想过去烧掉这里 然而刚准备打开门 枪口就对准他们 原来这里早就改成了狱警休息室 约狱计划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们发现老马竟然可以自由地进出这里 雷诺解释道 老马32年没有不良记录 所以狱警们十分信任他 但杰克还是决定一事 可老马始终不承认自己偷藏了150万美金的巨款 更不会帮他们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然而老马刚回来 牢房对着埃德就找到了他 原来被罗琪杀死的狱警在暴动中殉职时 尸体正好落在了老马的牢房门口 埃德想从他这里得到线索 可老马深知这个地方的规则 是谁做了告密者就会被所有人唾弃 可谁知没有得到献死的埃德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临走时看了一眼老马的猫 第二天猫就没了 老马痛苦万分 这只猫是他在监狱里唯一的情感寄托 傻子都看得出来是谁干的 老马第一次透露出了凶狠的眼神 没多久 休息室就冒出了滚滚浓烟 这正是老马干的 杰克几人一脸懵圈 就在这时 老马从他身边走过 但他表示 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 也没有打算加入他们越狱团队 就在第二天 小跟班找到了埃德举报 说自己知道凶手是谁 一群预警气势汹汹的过来抓人 果然从床垫下 翻到了被杀预警亲人的照片 人证物证巨宰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将罗奇的好兄弟大壮抓了起来 原来这是罗奇赤裸裸的栽赃 他甚至不找个人背锅 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揪出来 虽然杰克十分不愿意 罗奇加入约翼小队 但碍于他知道自己的秘密 于是不得不接纳他 几人顺利的来到了被烧毁的休息室 而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敲碎地板 接下来的日子 几个人隔着棉毯开始砸地板 外面专门安排一个人放哨 砸出来的碎石粉末 大家一起分摊 各自找机会处理 然而他们的蛛丝马迹却被药贩子安迪把线 虽然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更糟糕的是 无垂的埃德突然找到了黑老大 原来之前的黑老大之所以能管理监狱工厂 是因为他外面的公司每个月都会定期的给埃德打钱 但这个月却迟迟没有到账 埃德威胁道 如果实在收不到钱 监狱工厂就要再给别人管理 黑老大打电话过去一愣 才知道公司破产了 这一下彻底完蛋了 如果其他人进入休息室 洞口必定暴露无遗 这时罗西小跟班找到了杰克求助 他实在是忍受不了罗奇的侮辱和摧残 可杰克哪有闲心管制一些 于是不加思索的回绝了他 然而不久后 这个小跟班竟然直接自杀了 那就赶冲置着杰克的内心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修理一下罗奇 与此同时 埃德已经将金玉工厂交给了黑老大曾经的小弟 他们拿着工具浩浩荡荡地向休息室走去 黑老大焦头烂额 因为他们只要掀开地毯 愿意计划就会彻底暴露 他急忙找到大胡子 想让对方让出金玉工厂的管理权 可惊息不如往日 他曾经的小弟们也全都反水 站在了大胡子这一边 眼看这群人一天天地在里面静静出出 即可几人心急如焚 想要重新夺回监狱工厂的管理权 就必须让黑老大外面的同伙继续帮他付钱 而继续帮他付钱的前提 则是要将那个关键证人的位置交代出来 这是唯一能够引起黑老大同伙兴趣的 毕竟如果污点证人下个月成功出庭 黑老大的同伙也会被关进监狱 没办法 杰克决定当面和黑老大的同伙谈 为了获得他的信任 杰克详细地阐述了如何找到污点证人的全过程 由于警方给证人建立新的身份需要好几个星期 期间这一名警长必定会忍不住打电话回家 于是杰克通过他的电话账单 终于顺藤摸瓜地查到了证人的所在地 说完 杰克就要求对方给20万作为交换条件 对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因为比起进监狱 就算是200万他也愿意给 可等到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杰克供出的位置时 突然一阵强光袭来 埋伏在附近的警察迅速将他们拿下 原来杰克给他们的地址是假的 这个证人是一个好人 他原本只是黑老大企业的一名仓库管理员 某天无意间看到黑老大杀人的事情 这才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举报他们 当然 杰克也不可能透露他的真实行踪 事情解决后 黑老大试探性地问道 不管怎么样 钱总算是弄到位了 黑老大自然也夺回了金玉工厂的控制权 而众人也可以继续在房间里面干活了 按照目前的进度 星期五就可以越运了 众人异常的兴奋 然而就在这时 队长埃德带着药贩子安迪走了进来 原来就在不久前 他注意到杰克等人鬼鬼祟祟的丢碎石 于是买通了连屁股都没做热的大胡子 一个人跑进来调查 这才发现了杰克他们的惊天大秘密 安迪踩着洞口威胁加入他们 杰克入狱前就曾经研究过活力和监狱的门禁装置 而他之所以要制作门禁卡 是因为他要潜入到囚犯物品存放室 取出入狱前存放在这里的两件重要东西 一个袖珍录音机和一只金表 可他没有想到金表已经被副警长偷了 他生怕别人不知道 还大摇大摆的戴在手上 如今只能想办法找人把手表偷回来 这时一个嘻哈朝男走了过来 他因为盗窃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一心想要进入监狱工厂 刚好杰克也有求于他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杰克帮他弄进金玉工厂 他则帮杰克偷回那一只金表 不得不承认他的技术是真的牛 上一秒手表还戴在副警长的手腕上 下一秒就已经不见了 而对方毫不知情 没过多久 老马竟然要求加入越狱小队 原来典院长突然告诉他 他的女儿得了十道矮晚期 没剩几天 但是上面并没有通过他们提交的申请 只允许老马参加女儿的葬礼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见女儿最后一面 于是这才决定加入越狱组织 由于老马确实在外面藏密了一大笔钱 而越狱后没有钱也寸步难行 于是杰克答应了他的请求 自此 越狱小队已有七人上车 杰克拧开了金表的后盖 又拿出了一个锈针板的录音机 将录音机的电线 铜线和金表的触发键连接在一起 再用橡皮筋将二折绑在一起 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定时录音机就制作完成 在第二天的劳动时 杰克悄悄地将定时录音机埋在了图里 只露出了天线用来接收信号 晚上十分 杰克在牢房里焦急地等待着九点的到来 当秒针到达整点的时候 录音机的红灯亮起 开始采集附近的声音 这样就能精准地测算出 预警巡逻经过这里时的一个周期 杰克发现时间间隔是18分钟 这就意味着在四天后越狱时 他们只有18分钟从衣物室下的窗户逃出去 甚至还包括了他们七个人穿过电缆和翻墙的时间 很快发现 18分钟只能够六个人成功逃走 这件事立马在团队中炸开了锅 罗奇认为老马一把劳骨头了出去又没什么用 威胁着让他主动退出 而黑老大和雷诺则想找机会把罗奇踢出去 趁着劳动的时候 黑老大脚低悄悄地把罗奇拖进了房间 黑老大用刀抵住了罗奇的脖子 逼他发誓 让他主动退出后就放过他 就在黑老大放松警惕的时候 罗奇从口中吐出了一个刀片 直接划破了黑老大的脖子 就这样 受伤的黑老大被转移出去治疗 自然而然的也被踢出了越狱小队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越狱后必须依靠黑老大的飞机才能逃离美国 如果没有飞机 即使他们逃出去也势必逃不远 杰克更是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他千辛万苦地进入监狱 就是为了救哥哥雷诺 如果他出不去的话 那这场谋划已久的越狱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找准机会 忍得剧痛划开了手臂 不久后一颗用树纸棉包裹的黑色药丸就呈现在了眼前 这是杰克入狱前预留的后手 哥哥雷诺明天就要执行死刑 他必须用这个小小的药丸保住哥哥的性命 并带他成功越狱 越狱小队一行五人强装镇定地向休息室走去 在休息室劳动的时候 杰克宣布了越狱计划 今晚九点 他们准时从这里挖好的地道爬到医务室 而他的哥哥雷诺也将在那里和他们会合 然后砸开防盗窗 顺着医务室外的电缆爬出围墙 晚上八点十分 雷诺准时的扶下了药丸 这几秒钟的时间 他就上吐下陷 痛苦不堪 预警发现后 急忙将他带到了医务室抢救 终于到了晚上九点 众人掀开了地毯 并用扳手反锁房间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兴奋的等待杰克发号施令 众人爬下了洞口 穿过了排水管道 顺着鞋面滑到了下方的蓄水池 然后顺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成功来到了医务室下方的药房 瞬间呆住了 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发现出口被维修人员无意间彻底堵死了 郁郁小队只能乌泱泱地返回牢房 趁着来医务室打针的间隙 杰克告诉了女主安娜 自己的哥哥是被人栽赃陷害的真相 他请求安娜能不能求求她的州长父亲 延缓透视一下 多次的相处让安娜对杰克产生了感情 他找到负责这一起案件的律师 并将他们收集的资料转交给了父亲 然而州长打来的电话并不是刀下留人 只是确保死刑是否顺利执行 放下电话后 州长背后走出来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原来一心想置雷诺与死地的人重视副总统 州长也要捞政治资本 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清白对他来说无关痛痒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人物 副总统为何要千翻百计的置他于死地呢 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处心机绿挖了一个月的洞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希望 却被维修人员无意间的小小举动就彻底堵死 由于越狱计划的失败 杰克的哥哥雷诺还是没有摆脱被执行死刑的命运 可就在启动电源的关键时刻 雷诺似乎发现家属区出现了一张极其陌生又熟悉的脸庞 紧接着警报突然响起 杰克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 典议长就带着双腿被吓软的雷诺走了出来 这个信息还没消化 哥哥又告诉了杰克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雷诺说他看见父亲 可杰克怎么可能相信 因为父亲早在三十年前就抛弃了他们 况且他有什么能力能阻止死刑呢 雷诺的律师找到了法官 这才知道法官在行刑前收到了一份匿名的信件 里面是副总统的弟弟一份尸检报告 在这一份报告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着 死者身上是有蓝尾的 而副总统弟弟的资料里显示 他在小时候就做过蓝尾签除手术 也就是说送去尸检的尸体并不是副总统的弟弟 虽然不能证明雷诺没有杀人 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另一边 当得知雷诺并没有死成 副总统焦急万分 他立马命令手下和助理去调查 到底是谁给法官送去的匿名信件 虽然告密者极其小心 但助理还是从反射的玻璃上看到了他的长相 此人正是出现在官刑区的雷诺父亲 从助理惊讶的面旁不难看出 这个人他认识 那么他们的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杰克这一边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带着各个月狱 上一次的月狱路线很显然行不通 他把月狱小队召集起来 宣布了新一轮的月狱计划 监狱的精神病院区 这是唯一和医务室共用地下道的建筑 如今之境 只能从警卫休息室穿到操场的这个井口 然后在地上大概走50米来到了精神病院 再从精神病院区的下水道绕到医务室 但操场的井口并没有任何遮挡 很容易暴露 杰克心里清楚 这是唯一逃出去的办法 为了尽快探明路线 室友科特也跟着着急 就在这时 他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经过 此人正是他的表哥 主要的工作是给狱警以及囚犯们洗衣服 科特灵机一动 他打算找表哥借一套警服 这样杰克从井口爬出来的时候 就不至于那么显眼 为了不迷路 杰克将管道的蓝图 用纹身的方式刻在了后背上 如果今晚弄错方向 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准时回来点名了 杰克穿着警服从井口爬了出来 然而就在此时 医术强光突然打了过来 杰克强装镇定 好在穿的是狱警的衣服 这才蒙混过关 他来到了狱警基本上都不愿意来的精神病院区 谎称自己上厕所 终于找到了可以通往衣物室的井盖 可就在勘察完线路远路返回时 在过路房突然遇到了巡逻的狱警 杰克就这样躲在角落 大气也不敢喘 就连后背贴在滚烫的水管上 也忍受着剧痛停住了呼吸 狱警走后 杰克这才忍着疼痛爬回了房间 为了不被查赶的狱警发现 他让科特赶紧把警服扯下来 可衣服已经和皮粘在了一起 安娜对杰克十分关心 虽然杰克不肯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但从皮肤弄下来的纤维发现 这分明是预警的服装 这件事让安娜对他起了疑心 然而更糟糕的是 杰克回到了房间 解开了纱布后彻底傻眼了 探伤的地方正是精神病院区的地下管道 也就是说 没有了这些地图 他们根本无法离开这里 越狱计划再次陷入了绝境 就在昨天下午 越狱五人组趁着劳动时间 正在休息室挖地洞 为以后的越狱做准备 可这时外出放售的老马 突然竟然说 狱警马上就要来了 众人急忙的堵住洞口 然后盖上了地毯 这才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 然而狱警的一番话 却让众人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原来队长埃德嫌他们做得太慢 打算明天安排专业的专修队伍 来顶替他们接下来的工作 越狱刚离开 越狱小队立马就炸开了锅 因为一旦装修队伍进来 掀开地毯 他们的越狱计划将会彻底暴露 杰克临危不论 大家用甲板堵住洞口 然后再用塑干的混泥土将其抹平 等到越狱的时候 再用大锤敲开就可以 可乌落偏逢连夜雨 正在动手开干的时候 胖越狱又突然进来 通知杰克要去点瑞长的办公室 又让剩下的几人 去院子里面干其他的活 一群人瞬间懵了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补动啊 况且马上劳动时间就会结束 如果等明早装修队伍进来之后 就会彻底完蛋 趁着有限的时间 私人商量让科特今晚 从牢房前进去 把洞口堵住 可科特并不是不愿意的 而且如果他进入休息室 把洞口堵上 他就会被困在这个房间 而从大门直接走地面的话 肯定会被预警发现 这不明摆着让他被抓吗 晚饭过后 还不见杰克从点瑞长的办公室回来 正在科特焦头烂额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十分性感的育友经过 特别是他那一条内内 更是无比的耀眼 科特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他找到罗奇 让他发挥所长 罗奇的确是有两下子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珍礼品送到了科特的手里 你不告诉别人 这个人 凌晨时分 科特展开了行动 他通过水池后面 杰克早已挖好了洞 穿过了排水管道 粘进了休息室 一到首帘的操作后 终于将洞口布好 紧接着从门口出来 鬼鬼祟祟的向监狱的牢房跑去 可就在跑到操场时 一阵强光起来 不出意外 月姐马上将他抓了起来 然而科特头好有准备 他说今天凤风结束后 就一直躲在操场的角落里 为的就是等监狱外的女友 扔东西进来 何特可怜兮兮地解释道 因为太想念女友 所以才让他送来了他的贴身物品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该死的爱情 埃德也是一个同命人 因为爱恋女主安娜 一直得不到回应 所以终于爱情的人都很是同情 埃德没有为难科特 只是把他关进了座地 可科特不知道的是 他旁边的小黑屋里面 关着的人正是杰克 迪日长之所以将杰克叫到办公室 是因为前天晚上杰克弄到了一套警符 出去探索越狱的路线 可却不小心把后背和警符都探破了 安娜为其治疗时发现了皮肤里残留的警符纤维 地狱长以为是哪个预警虐待了他 于是让杰克立马交代 不然的话就将他关禁闭 可杰克打死都不可能告诉他真相 这才被关进了禁闭室里面 然后随着后背的广网地图被探 杰克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不停地用拳头垂击着墙 预警发现后 立马通知了安娜过来检查 此时的杰克像是得了失心疯一般 没办法 丁运长只好将其转到了精神病院去照顾 然而 等预警和医生走后 杰克立马变了一个人 他故意装病 就是为了在这里找一个熟人 这个人正是和他待过几天室友的精神病 他曾默写过杰克身上的纹身 只要他能够凭借记忆拼凑背后失去的部分 那么越狱的计划就能再次实施 可令杰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人早就忘记了杰克 究竟是谁 可经过了杰克的观察 终于知道精神病是有痴痴呆呆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吃了这种药 于是每次吃完之后 杰克都用手把他抠出来 随着药集越来越少 前室友的记忆也一点一点的恢复 在杰克不懈的努力下 他终于回忆起了过去的顶点滴滴 并且凭借着记忆重新画出了杰克背后的纹身 但同时他也记起了杰克涂胎牙膏诬陷他的事 更致命的是他已经猜出了这是越狱的路线图 没有办法 杰克只好将越狱计划全盘拖出 并承诺会带他一起越狱 可没有想到的是神经病室友 当晚就带着路线图自己越 但他也只知道路线 哪里有门尽什么的 他都一无所知 还没走出十米呢 就被当场捉挖了 成功得到图纸后 杰克找到了安娜 说自己已经痊愈了 让他帮自己转回牢房关押 可安娜却告诉他 定位掌交大国 如果不说出是谁烫伤的 出去了也是被关禁闭 事情再次陷入了僵局 罗奇这一遍果然名不虚传 在他和安迪的完美配合下 没多久就赢够了500美元 隔天 安迪将整整500美元交给了胖头玉瑾 谁知胖头玉瑾竟然坐地起价 涨到了700块钱 而且不给的话 剩余的500块钱也没有了 安迪只好找到老马 让他把金怀表拿出来抵扣 但胖头玉瑾却将无耻演绎到了极致 两边都陷入了困境 好在被关禁闭的雷诺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通过磕头的胖表哥和杰克 以及外面的三人串通协助 将那一件被烫伤的警符偷偷地塞到了胖玉瑾的衣柜 然后由杰克主动交代 使胖头玉瑾虐虐待了他 不仅如此 他平时也没少了勒索囚犯的钱 甚至还强行黑了老马的金怀表 并预长生平最痛恨手下不干净 他怒气冲冲地直奔玉瑾休息室 果然在他的衣柜里面发现了500块钱 还有烧破的衣服以及老马的怀表 人证物证据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将胖玉瑾当场解雇 临走前还遭到了队长埃德的一顿羞辱 经过了这件事后 杰克和科特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牢房 他们也开始谋划接下来的越狱计划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大巴载着新一批的犯人来到了狐狸和金狱 而里面的一个人彻底让罗奇慌了起来 此人正是被罗奇划伤脖子全域归来的黑老大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杰克已经成功打通了一条越狱通道 由于之前的路被堵死 越狱路线不得不改走精神病院区的下石管道 然后到达二楼医务室的最远端 再走三十英尺长的走廊到达医务室 最后从医务室外的电缆越狱 但整个计划还缺少最后一个环节 那就是弄到打开医务室门的钥匙 杰克找到了小毛贼 就是想让他偷来安娜的钥匙 但作为交换 小毛贼想让杰克找人帮自己 做掉这个欺负自己的大块头室友 可杰克并不是惹是生非的人 这笔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 没有办法 杰克只好趁着来医务室换药的间隙 亲自动手偷走安娜的钥匙 然而当看见安娜对自己无微不至 杰克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并弹露了自己的爱意 最终杰克还是不忍心下手 而孕育小队的黑老大 自曾回到了狐狸河监狱之后 仿佛像是变了一个人 每天都在虔诚地祈祷 甚至还主动找到罗奇兵士前行 请我把手拿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边之后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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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独 是的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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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头黑老大就给外面的小弟打电话 让他们安排一架三座的直升飞机 而在监狱外 一个自称和杰克是旧相识的女人找到安娜 说有重要的事情和她说 结果没说两句话就着急离开了 原来杰克曾经有恩怨这个女人 这才打电话过去让她帮自己偷安娜的钥匙 女人偷到了钥匙后立马过来探监 紧接着就将钥匙交给了杰克 另一边的大块头按照惯例又想对小毛贼图谋不轨 在大块头清理床铺的时候 小毛贼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刀片 一刀割下了大块头的命根子 这件事情立马传遍了监狱 室友科特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杰克 杰克一直对之前小毛贼帮自己偷手表 而没有把他弄进金玉工厂愧就不已 他深知大块头一旦生育归来 小毛贼将再次陷入人间炼狱 于是产生了想待小毛贼郁郁逃离的想法 然而杰克还是高兴的太早 安娜并不傻 回到办公室发现钥匙不见后 立马联想起了咖啡厅里的女人 然后调看了今天的探监记录 果然发现这个女人有来探望杰克 虽然杰克趁机将钥匙还了回去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安娜此时已经明白 从一开始自己就是这个男人的一枚棋子 他的另一番表白也是另有所图 即使不知道杰克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但深透心的安娜还是果断的更换了门锁 看到换锁师傅后 杰克的心都凉了 可更绝望的还在后面 小毛贼知道杰克要越狱 并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走 而是以这件事情作为筹码 让埃德帮自己更换房间 埃德来到了休息室 果然发现了地板下用于越狱的打洞 这一下越狱计划算是彻底暴露了 然而就在这时 越狱小队的老马一铁球拍了上去 但埃德毕竟是锦啸出身 他一把抓住了铁球 让老马展开了殊死搏斗 也许是顽强的求生欲 年迈的老马摸到了一旁的水瓶 将埃德打晕了过去 可就在刚才的搏斗中 老马的腹部被玻璃不小心扎伤 简单的处理好伤口后 他急忙的将昏迷的埃德扔进洞 并整理好房间 立马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越狱小队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懵了 杰克本打算在三天后越狱 但眼下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一旦预警发现埃德失踪 肯定会封锁监狱 直到找到他为止 见识他们将插翅难逃 杰克当机立断 宣布了接下来的越狱计划 由黑老大联系外面的飞机 隐蔽在监狱外带他们离开 安迪却弄到尽可能多的漂白器备用 其他人想办法尽量去除自己的体温 以防止警犬的追击 自己则想办法搞到医务室的钥匙 由于警卫室的地洞被昏迷的埃德身躯毒死 从这里越狱已经不现实了 只有等到今晚七点放风的时候 众人在杰克的牢房前集合 从房间的水池后的洞口越狱 而放风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 科特勃忘提醒杰克 你的哥哥雷诺正在被关禁闭 受到24小时的监控 即使你今晚不能把他弄出去 我们也得走 不要为了他一个人 让我们这么多人跟着一起陪葬 杰克心有不甘的点了点头 午饭时间 月警们已经开始谈论 为什么一上午没有进到埃德 由于对小猫贼心存愧疚 他明知道是他想爱的告密 杰克还是告诉他自己今晚将越狱 是走势流全靠他自己选择了 午饭过后 杰克接换药的间隙找到了安娜 并告诉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听到这个消息 安娜万分震惊 安娜质问杰克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杰克告诉他 刚刚入狱的时候 自己确实把他当成了越狱的一枚棋子 但后来他是真的想跟安娜在一起 今天找到他只是想让他放一个小小的错误 下班的时候请不要锁门 安娜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挣扎 他没有给杰克的正面回复就夺门而出 从义务室里出来后 点运长又找到了杰克 他十分感谢杰克将模型做好 点运长说 我欠你一个人情 如果你需要什么 请尽管讲 就这样 杰克再次见到了被关禁闭的哥哥雷诺 杰克说出了自己今晚将越狱的想法 雷诺让他不要管自己 因为自己被锁链牢牢锁住 他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这里弄出去 杰克心如刀脚 如果不能将哥哥弄出去 这一场策划了一个多月的越狱又有什么意义 二人趁着预警不注意 竟然偷偷的抓了两坨爸爸藏进了口袋里 然后来到了牢房 将爸爸撒在了自己的床单上 是而被他的这一波操作肿懵了 另一边的罗奇在午饭时也到处收集 闻起来像爸爸的臭豆 涂抹在了床单和枕头里 就在今晚 月月小队一共八个人就要开始展开行动 为了避免警犬闻着气味追踪到他们 这才用粪便掩盖自己的体味 而安迪的任务则是弄到足够多的双氧水 这也是月狱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因为月狱小队需要经过精神病院 所以要将蓝色的球服漂白成白色 他将漂白剂装成了小袋分给了其他成员 现在距离放风的时间只有45分钟 而他们正是准备在放风的时候月狱 然而就在科特漂白衣服的时候 预警突然走了过来 科特吓得立马脱掉了裤子坐在马桶上 预警告诉杰克 电狱长有事找他 看着灵魂人物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带走 其他成员瞬间慌了 因为就在今天上午 预警队长埃德发现了他们越狱的大洞 好在老马及时出现将其打晕 并将其藏在了大洞下的管道里 不会是这件事被点狱长发现了吧 而杰克被带到了办公室后 他听到了点狱长在跟埃德的家人通电话 杰克听到了埃德的家人说 他今天并不在家里 点狱长立刻下令在监狱里面寻找埃德 接着他将杰克叫到了办公室 好在底狱长并不是为了埃德的事情 只是模型支架断了 没有想到杰克直接将中午偷走的支架放在了桌上 然后掏出了一把小刀对准了底狱长 原来这一切都在杰克的算计之中 他想被底狱长召检就是为了救哥哥雷诺 杰克威胁底狱长让他跟手下通电话 说埃德被他派往了市区 现在很安全明天就会回来 紧接着又让他将自己的哥哥雷诺转移到了医务室 确保他整晚都在这里 利用完了埃德后 杰克将其绑了起来并藏在了衣柜 最后又拨打了一个娱乐节目的热信 然后将话筒放在一边 再跟外面的秘书说 埃德有电话会议 不想被别人打扰 秘书一看电话处于盲线状态 再加上杰克时常出入这里 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回到牢房后 孕育小队每个人都在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七点的到来 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逃出监狱 众人纷纷来到了杰克的牢房前集合 随着磕头拉下窗帘 他们依次钻进了水池后的大洞 然而没走多久 他们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喊叫声 原来此时的埃德已经苏醒 成功地划破了嘴巴上的光条 与此同时 休息室外的两名预警也仿佛听见了呼救声 他们急忙地折返了回去 危机时刻 罗杰立马爬起来捂住他的嘴巴 并用小刀抵住了他的喉咙 躲过了一劫后 杰克扒下了他的颈服穿在了自己身上 一行八个人挨个发泄着这一些年受到的屈辱 众人来到了操场下的井盖下面 接下来他们要穿过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上方有三个哨塔盯着这里 杰克让众人穿上漂白的球服 让下一句你们在这等我一分钟就急忙离开了 杰克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面子 对着一个密码索轻轻一吹 然后经过不断排列组合 终于拉响了精神病院区的火警警报 此时的罗奇以为他们被陷害 急忙让众人折返 没多久 精神病院区的犯人们纷纷走出了大楼 而杰克等人也在井盖下伺机而动 当检查完没事之后 管理员下令精神病院们返回大门 约约小队也趁机混进了人群之中 可管理员竟然认识黑老大 他质问杰克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众人穿过了精神病院区的下水道 安全地来到了医务室 在这里成功地和杰克的哥哥雷诺会合 然而就在这时 罗奇看到了椅子上的手铐 他决定带走 说不定会有用 一行九人成功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 接下来就要看安娜 有没有为杰克留门了 越狱小队九名犯人 已经通过了最危险的地方 眼下只要将义务室的防盗窗拽下来 就能顺着电缆越过了监狱的围墙 成功越狱 杰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指挥众人来到楼层的消防窗 取出消防水袋 一头绑在了防盗窗上 地上再放上了一些棉被 以掩盖窗户落在地上造成的巨大声响 另一头绑在电梯的扶手上 利用电梯下落的巨大拉扯力 将防盗窗扯下来 可就在杰克按下下楼键时 电梯门感应系统识别道有义务 始终关不上 现在距离放风结束只有5分钟 如果15分钟内没有成功越狱 那么他们9个人下辈子就彻底完了 就在所有人交头烂额的时候 心存愧疚的小毛贼自告奋有地进入了电梯 交手一直按在下楼键上 这才成功地关上了电梯门 随着电梯的下落 消防水袋逐渐被拉紧 果然如杰克所料 防盗窗终于被拽了下来 就在众人脱下球服准备爬电缆的时候 门外突然出现一个人死死地盯着他们 原来此人正是杰克的精神病适用 他威胁着想要加入越狱团队 没有办法 众人只好答应带上他 雷诺率先爬上电缆去处理围墙上的电网 黑奥大提议按照名字的首字母的先后顺序爬电缆 因为他叫阿布鲁奇 自然而然的就排在了第一名 好小子真鸡贼 其他人敢怒不敢言 因为大家还指望搭他的飞机离开 可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固定电缆的螺栓已经悄悄的有了松动 雷诺爬到了围墙 将床单铺在了电网上 准备好一切后 雷诺招了招手 其他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爬上电缆 然而就在这时 老马突然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原来早上在和艾德的搏斗中 不小心被玻璃深深的抓进了腹部 现在已经严重感染 他告诉杰克 自己有一笔钱埋在K站的某个地窖 而这笔钱远远不止媒体报道的150万 而是500万美元 他希望杰克拿到钱后留一半给他的女儿 剩下的钱让他们给纳去分了 杰克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罗奇则贪婪的舔了舔嘴唇 另一边的典院长办公室外 秘书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这么久 典院长的电话还在占线 他带着警卫走进了典院长的办公室 果然在衣柜里面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典院长 整座监狱立即进入了戒备状态 瑞锦带着警犬到处搜寻杰克等人的踪迹 而此时只剩下三个人没有逃走 分别是杰克老马以及科特的胖表哥 按照名字杰克排在了胖表哥的前面 杰克爬上了电缆 哥哥雷诺在一旁心都要跳出来了 新颖的是 少塔的探照灯并没有扫过他 然而就在杰克快爬到的时候 焦急的胖表哥也爬了上去 可他那重挡500斤的身躯刚刚落上去 固定无栓再也承受不了重量 他掉下去了不说 杰克也被悬在了半腰间 雷诺伸出手怎么也顾不到 胖表哥爬起来想继续逃离 但预警们已经发现了他 预警顺着电缆望去 才发现杰克已经被哥哥成功救走 在预警的逼问下 胖表哥供出了月月小队的姓名 领域长来到了医务室 发现老马已经没了 而监狱的囚犯们得知有人月月成功 所有人都陷入了狂欢 领域长深知 如果不能将他们抓回来 自己乃至整个狐狸和监狱 都被永远地盯在了耻辱柱上 此时距离月月月已经有12分钟 他召集全部预警开始全面搜寻 必要的时候可以当场击杀 而埃德也被预警救出了洞口 他让手下拿来了信弹枪 誓死也要重拾自己被践踏的尊严 反逃万万没有想到 杰克等人就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特意等预警出发之后再逃 真是应了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再加上身上的各种马粪臭豆 金拳也根本追踪不到他们 可问题是 这个神经病室友是最后加入的 并没有去除身上的气味 带上他无异于是身上装了GPS定位 于是众人假意让他去找车钥匙 悄悄地甩掉了他 而此时车内的气氛却异常地紧张 尤其察觉到 黑老大偏偏挑了一个坐在自己正后面的位置 他的直觉没有错 黑老大摸出了座位下的枪 正准备干掉他 以报当初那一刀子抹脖子之仇 但罗奇早有准备 他突然掏出了手铐 将自己和杰克靠在了一起 黑老大还指望杰克供出污点证人的位置 如果罗奇死了 杰克就根本跑不远 只能暂且地赶到机场再说 此时距离飞机停靠点还有5000米 搭上飞机就能顺利地离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黑老大只在飞机上面留了三个座位 也就是说 除了杰克和雷诺之外 其余的四人 黑老大根本就没有打算把他们带上飞机 而在监狱这一边 警察人员很快地就发现 鹰雾室的门根本就没有被撬开的痕迹 很显然这是有人特意为越狱留门 点队长以医务室同事的饭碗为要挟 终于得知安娜喜欢杰克 这再明显不过了 一定是安娜特地放走他们的 然而当警察来到了安娜的家里 这才发现他服用了过量的药物 闺蜜不行 警察立马拨打了120 将他带往了医院 另一边 雷诺的律师经过了长久的调查 发现副总统在某个偏僻的地方 买了一套别墅 想必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独自一人悄悄地走进了房间 发现一个颓废的老男人正在睡觉 律师很确定 此人正是那个所谓被雷诺谋杀的副总统弟弟 原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栽赃陷害 副总统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的弟弟原本是某个新能源公司的老总 制造自己弟弟假死的假象 就是为了侵吞公司的全部财产 然后用这一笔钱助自己选举 坐上总统的位置 而雷诺只是这一场政治漩涡中牺牲的一粒小棋子 杰克这一边在几人逃亡的过程中 为了躲避沿途的关卡 只能绕小路 可没走多远 车子就陷入了泥印 此时距离目的地只有2000米 几人只能靠跑步过去 期间杰克又甩掉了小毛贼 因为他知道是小毛贼出卖了他们 帮他弄出监狱已经不亏欠他了 剩余几人来到了一间仓库 他们深知杰克和罗奇靠在一起根本跑不快 雷诺几人一合计 直接将人按倒在地上 想强行的将手铐打开 可科特用尽全力也没啥用 黑老大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直接一斧头砍了过去 就这样罗奇失去了一只手 五个人扔下了他 一路向停机坪狂奔 可他们不知道 警察的直升机早就布置在了飞机附近 黑老大的手下感觉到了不对劲 加上又错过了约定时间 再等下去恐怕自己也会被抓 于是只能选择先行离开 等五人赶到这里时已经晚了 此时 霍京的警惕声刺其彼伏 众人只能开始新一轮的绝命大逃亡 正此月遇第一季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